虽然过敏经营的好转 爱车人士对车的追求也开始东样化 各情况和使用性各方面发展 全新的车型特别是我国国产车 都想因做出调整 因何市场做市场需要的产品 所以我国自主品牌的宝骏系列 哈佛系列 吉利系列和交换也都有所成功 随着ACV的流行 这些车型的实时调整 以及推动这些车型有了辉煌的迹象 最近许多人看好MPV车型 这是由于这种车拉的人多 可以装许多的东西了 对于一个四口和五口之家来说 无论是旅游还是平常使用 都是很方便和使用的 所以最近MPV车 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然而全国各大车企 没有外观造型和性能上都出色的车选 虽然大众有类似于七座车 但是由于空间小 车身低不被看好 现在就由本田车上市 魅力发动机 看完没有不行动的 这是本田车对现在市场需求的把握 也填充了MPV车在市场的红白 它的抽象制定会引起 新的行业的动作与震动 本身的这款车就是2018 反的本田奥德赛 参与六方地球梦发动机 也就是T2.0沃林增压 动力十足 正好满足了MPV车型的动力要求 而且省油 逛道车的前面 有种狼虎性的感觉 3RV电视 2R-1使用大气 要向前车头走到车雷 整体零向前就像软度有型的美女 用美而上档子 这款车预计配备自动食感变速箱 或是四驹和PAWS四轮转向系统 所以它的气氛和安全性在这辆车上底下的零件尽致 庸荣华会不说 而且气氛优越 相信这辆车在上市后 会引起一片市场购买热潮 就是这辆车的价格 如果能做到屋别价格就完美了